大家好 我这一颗三角门经过了20天的空水 现在长出了很少的花苞 在这一条枝条里面 才长了两三个花苞 其他还没有长花苞出来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加大零色二青甲的浓度 因为经过空水20天 花苞还没有继续的长出来 证明零甲元素还不够充足 那么我们一定要加大量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 把这些花给去掉 把这些花苞给去掉 为什么呢 如果给这个花苞长出来的话 已经转入了生殖生长 那么后期这一边 这个花苞就会相对的少 所以我们首先要去掉 然后加大零色二青甲的比例 给它继续的控水 继续的触花 这样的话 等它每一根枝头 每一条枝杆 这个花苞慢慢的冒出来 我们再停止控水触花 我们一定要舍得把这些少量的花苞 给它去掉 让它集中开花 集中冒花苞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给这颗三角梅控水触花的一些方法 希望对大家好用 我们下一期再见